神学讲师,李定宇 根据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的经文 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 各位圣徒,大家真的了解宗教吗? 在今天这一时间,希望大家能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并且能够认识到宗教信仰对我们的重要性 我奉耶稣之名,真心地希望大家能得到神的认可 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仰人 首先,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主要经文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 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硬上硬,证明神是真的 神所拆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大家读得很好 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了两种教导 这也是本段经文的核心内容 这两种教导分别是什么呢? 一是来自天上的教导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二是来自地上的教导 从地上的来的是属乎地 他所说的也只是属乎地 因此就有了天上的教导和地上的教导之分 既有属乎天的 又有属乎地的 而问题就在于 这两种教导是并存的 这一时间 就让我们结合今天的主要经文 来重新认识一下宗教的概念 分清哪一种教导与我们有益 辨别一下哪种教导更符合宗教的主旨 各位圣徒 大家认为宗教是什么? 宗教从它的构成来看 由至高的宗和教导的教字构成 是至高无上的教导和学问的意思 那么 至高无上的教导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宗字 拆开来看 上面是宝盖头 代表天 下面是指示的式字 是让人看的意思 由此可见 宗是一个会议字 有着仰望上天之意 所以在宗教一词中 蕴含了按照上天的旨意 教导这地上之人的深意 现在大家明白宗教的含义了吧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为什么说宗教是至高无上的教导 原因就在于宗教所传授的是来自上天的旨意 其教导是属天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至高无上的教导 现在大家已经理解了宗教的含义 让我们再重新看一下主要经文 这里说存在两种教导 因为地上的人只见过地上的一切 所以说的也都是属乎地的话 但是经文中还说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它将所见所闻地见证出来 从中我们可以领悟这样一个道理 那就是我们要相信 要领受来自天上的教导 这才是宗教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 重要的不是属乎地的教导 而是来自天上的教导 既然有天地之分 那么在天上自然有属天的存在 在地上有属乎地的存在 问题是 这属天的教导要有属天的存在来见证 那这属天的存在是谁 通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吧 另外 这天上的存在会亲自教导 我们这些地上的人吗 还是会拆某个人来教导我们呢 我们要找到答案才行吧 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传授天上之教导的是谁 也就是宗教的主人是谁 谁是宗教的主人呢 是在天上的神 对吧 可见 神就是宗教的主人 那么 为了把属天的训会 授予这地上的人们 神会降临到地上亲自 为世人讲解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 神会以什么方式 怎样来教导我们呢 正是通过这本经书 来教导我们 因为上天的旨意 都记录在这里面 神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这是唯一一本 神书 神通过它 将旨意传达给人们 神写了这本书 为的是教化我们 那么记录这书的 又是谁呢 难道是神亲笔写的吗 不是吧 神先将天上的一切 只是给他所拣选的人 再借这些人的手 进行记录 并命令他们将神的旨意 传达给地上的人们 我们可以举一个 摩西时代的例子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说 先知摩西按照在天上 所看到的样式 在这地上建造了帐幕 并且治理 教导以色列百姓 这就是宗教 那么 神是用什么方法 让人们领悟自己旨意的呢 先拣选一个人 做代笔记录圣经 并叫他做代言人 将神的旨意 传达给人们 出临时 神按照同样的方式 拣选了耶稣 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记载说 神子耶稣 照着在天上所见所闻 在这地上也照样做 可见 神就是宗教的主人 神是怎样将宗教的真正含义 教导给我们的呢 是通过这本经书 更确实地说 是先拣选一个人 作为代笔者 代言者 通过这个人 去教化人们 使人们领会神的旨意 那么 神想让我们人类 领悟的是什么呢 属天的一切 那神 为什么要让我们 领悟这些呢 也就是说 神让我们领悟 这一切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 首先 天上有什么 肯定有神吧 此外还有 对抗神的魔鬼 神想要让我们分清的 就是神和魔鬼 在天上除了有 赐予我们生命的神以外 还有 自亚当后 使人类陷入罪恶 走向死亡的魔鬼 神就是为了让人们 认清魔鬼的真面目 才将天上的一切 告诉我们 这也正是 神赐给人类 宗教的原因所在 那我们在分清 神和魔鬼后 要做的是什么呢 神赐给我们宗教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我们在分清 神和魔鬼之后 辨别真假与善恶 为了教我们了解 神和魔鬼 并神的旨意 神才赐给了我们 这天上的教导 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只有与生命之神 合一的人 才能到那里去 只要我们与神在一起 就能进入天国 永远与神同住 相反 如果我们追随魔鬼 便会怎么样 只能下地狱 接受永远的刑罚 为了让我们这些信仰人 乃至全人类 都能够分清 天国和地狱之路 神才通过这经书 赐给了我们宗教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那么 怎样才能进天国呢 各位圣徒 是要进天国 还是要入地狱呢 我们既选择了信仰 不就是为了进天国吗 那 怎么才能进入天国呢 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五节说 圣经里有得救的智慧 那么 我们光知道这得救的智慧 就万事大吉了吗 不是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告诉我们 光知道得救的智慧 是不够的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圣经不仅告诉了我们 如何才能进天国 还告诉了我们 什么样的人 才会入地狱 那什么样的人 会入地狱呢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怎么审判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的内容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 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 读得非常好 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 所有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凭着那些案卷 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 对吧 也就是说 凡遵行神话语的 就能进天国 反之 凡违背神旨意的 就要入地狱 神为了告诉人们 这两条路 并为了引导我们 走上通往天国之路 才将 这书赐给了我们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并通过这经书 成为进入天国的 信仰人才行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 神赐给我们 宗教的原因和目的 就该明白 我们要相信的 要遵行的是什么 如果这世上 只有一种宗教 一本经书 那我们就没有 选择的必要了 但问题是 除了神的圣灵以外 还有恶灵的存在 这也是出现 众多宗教的 根本原因 因此 我们要以真正的宗教 真神的经书为中心 做信仰才行 那么这世上 都有哪些宗教呢 有基督教 儒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印度教 和加尔文教等 那除了基督教以外的 其他宗教 到底算什么 首先 这些宗教 都是由人创立 但这些宗教的创始人 也就是教主 绝非是由神拣选的 那他们是怎么创立的宗教 读的又是什么经书呢 他们寻找神 自行修道 虽得到启示记录的经书 但却未能参透 宗教的真谛 以佛教为例 释迦莫尼 为了从神那里 找到解决 生老病死的答案 踏上了修行之路 他虽然 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 记录了经书 但却没能领悟 其中的真谛 然而 释迦莫尼是知道耶稣会来的 因此 他在佛经中说 何时耶稣来 无误到无由之灯也 而且 在他弟子问到佛教 什么时候结束时 释迦莫尼回答说 将在五百年后 正如释迦莫尼所言 五百年后谁来了 这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 他带来的是 天上的所见所闻 是属天的宗教 从此 佛教也走到了尽头 不是吗 所以说 虽然世上 存在很多宗教 如儒教 佛教等 但是没有一个宗教 能正确解释出 属天的旨意 甚至很多人 对罪的问题 高谈阔论 也提倡人们行善 然而 释迦莫尼和孔子 都没能解决 他们自身的罪孽 最终进入了死亡 那么 我们到底要相信 哪一种宗教呢 答案就是基督教 没有一种宗教 可以解决罪的问题 唯独神的儿子耶稣 他以无罪之身 来到这世上 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而为全人类 解决了罪的问题 那么 在无数的经书当中 哪本才是最具价值的呢 自然当属基督教的圣经 大家要明白 除了神赐给我们的 基督教的圣经以外 没有一本经书 能够按照书中的 预言成就 只有神所赐的圣经 是按照预言成就的 在成就之时 可以感受到 他的真实 这是活神赐给我们的经书 那在座的各位 圣徒要相信 哪一种宗教 哪一本经书呢 难道我们不应该 相信属天的基督教 以及记载了天上 一切的圣经吗 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 精明的信仰人 然而不是选择了基督教 手拿圣经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得不到神的认证 不能通过真正的信仰 也无济于事 这种人是进不了天国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 首先 信仰的真正含义 是什么呢 在座的各位圣徒 都有信仰吧 什么叫信仰 信仰由相信的信字 和仰望的仰字构成 那我们要相信 仰望的是什么呢 首先要树立绝对的标准 我们信的不是某个人 也不是某个牧师 我们相信并仰望的只有神 那请大家思考一下 这信仰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读一下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话语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大家读得很好 这里说什么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内容 非常重要 因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标准 这里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大家都信神吧 但是我们不能光信神 还要信道 因为这里说 道就是神 此外 约翰一书一章到 一二节 神子也是道 所以说 我们不仅要信神 信耶稣 还要信神和耶稣的话语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那 这话语是什么呢 也就是 两约 只有相信神 和耶稣 与我们的立约 才能得到 神的认证 大家都理解了吗 既然大家 对信仰的标准 已经有了一定了解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信仰 是不能得到 神认可的 首先 什么样的信仰 才能得到 神的认可呢 我们现在的信仰 能不能得到 神的认可呢 既然信神 就要信什么 没错 记录了神的旨意 和应许的圣经 只有领悟了 圣经的真谛 按照圣经的话语 做信仰就行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能再脱离 圣经做信仰 而是要从中 领悟的旨意 并遵行 我们来读一下 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节的内容 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 主啊 主啊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好 这里说 只有遵行 神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而不是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都能进天国 可见 我们要把圣经 作为信仰的标准 遵行神的旨意才行 如果说 这是神认可的信仰 那么 不被神认可的信仰 又是怎样的呢 是不遵行神的旨意 不以圣经为标准 根据自己的想法 判断 梦境 幻想 以自我为中心 做的信仰 这种信仰是盲目的 是不可能得到 神认可的 是不能进入天国的 一直以来 大家是怎样 做信仰的呢 大家的信仰 是否得到了 神的认可 我们要做出 正确的判断才行 希望大家都能 以圣经为标准 做信仰 都能成为 进入天国的信仰人 那么 为了进入天国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要以圣经为道路 为导师 做以圣经为标准的信仰 从而得到神的认可 进入我们所期盼的天国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什么样的信仰 能得到神的认可 那也就该明白 宗教的重要性 没有圣经 就相当于 不知道天国的路 如果找不到 去天国的路 就不可能 进入天国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讲的内容 宗教是来自天上的教导 它并非出于仁义 也不属乎地 信仰指的则是 相信并仰望上天的旨意 那么对于我们信仰人 尤其是对我们的圣徒来说 宗教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正因为人们不懂得天上的旨意 才陷入了罪恶与死亡之中 所谓宗教 为的就是用天上的教导 救人类脱离罪恶 这属天的教导 可以使人脱离罪恶 重回神的怀抱 远离死亡 得到生命的救恩 进入我们梦寐以求的天国 宗教也可以说是 天国教育 这源于天上的教导 不仅是对信仰人 乃至全人类 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我们一定要通过圣经 领悟上天的旨意 做一名能够进入天国的信仰人 如果大家已经下定决心 就要先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 下节课将为大家讲解的是 圣经常识第一课 通过这一课 大家将了解到 圣经中的约定是什么 它是怎样被记录的 以及内容上的划分和阅读方法 通过这节课 相信大家 对于宗教这一内容 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希望大家 能把今天的话语记在心里 都能实现 进入天国的愿望 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若不知晓天国奥秘的比喻 就将成为外人 罪不得赦 如今 已不再是比喻的时代 而是揭晓比喻的时代 在收割之时 被收割走的是天国之子 为被收割 留在自己田里 教会的是魔鬼之子 愿大家都能相信神的应许得救恩